有一天,有个孟夫跟他的朋友行山 突然看到一个夜狗,而这个夜狗不断挑战他们 哇哇!有本事过来吃炸,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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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! 而这个孟夫就离开,为什么这样呢? 他朋友觉得好奇,就问,喂,你这么打,为什么要害怕他呀?你不是宿春了呀? 而那个孟夫就说,我赢了他,我不会很威风,但如果我被他咬一疼,我就好与了 那么为什么我要花时间呢? 母春就母春啦 说这么多话 由于一句话 孟虎就跟野狗打起上来啦 这个教训跟人们讲 千万没浪费时间 还有没理会人家怎样说 不知想怎样童话故事